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 要去外董去那裡 阿嬤,有睡,有睡,有睡 對阿,我今天想說 不要讓你們用這樣的方式 阿嬤,沒有辦法來辦公室辦外董 我們用這樣來試看看 今天這個外董,肉真好勝喔 阿嬤 阿嬤 什麼 阿嬤 我阿嬤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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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哈哈哈哈 好,等一下喔,要怎麼回答老師 這個外董 對啦,很久沒看到 阿嬤 阿嬤 你們看不懂 你要不懂 我們right 就是現在這個外董 要搞下來的老師喔 你們要聽他的支持喔 大家就會參加 好 好 來評估他的服務需求 目前其實我們會依據他的 身體或氣體的狀況來評估各方面 甚至是導入一些延緩失能的一些服務跟計劃 那這樣子才能夠有效去避免長輩身體退化的問題 那宏道自從104年承接府新鄉的居家服務以來 我們這六年來發現很多長輩 特別是居家服務的長輩 他們在社會參與的一個機會跟時間是很少的 所以我們其實這樣的一個狀況也會導致他 再加速他整體退化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就從去年起 開始會每月在中心辦理一些定點的活動 邀請他們來這邊參加熟作 或者是一起邀請他們到戶外去走走 解決這個社會參與比較少的一個部分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像 因為過去能夠到時天天來進行服務 但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這次特別是把這個活動改為 由線上執行的方式 那長輩他們透過視訊的過程 也可以看到彼此這些老同學最近的狀況 那還是可以閒話家常 以及有這種社會參與的一個目的 真的是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 我們也覺得一起覺得很開心 那宏道自從居家服務這麼多年以來 也發現如果真的是想要再更徹底解決 在地長輩服務需求輸送 或者是資源媒合的問題 需要做一個整合性的服務 因此我們在今年從4月起 我們就承接了A單位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的一個業務 希望透過更完整的一個資源整合服務 讓在地的長輩能夠獲得更全面的資源 不管是在長輩個人 他的家庭 延伸到社區到機構等等各方面的服務 都能透過由我們這邊單一窗口的方式來解決 讓他們不會孤立人員有需求都可以找到單位 你們有聽到嗎 一個遊戲 好 我待會兒給你們幾個洗水 你們就要拿同樣洗水的東西給我 例如說 我說我買一個紅色跟一個男色 你就要拿一個紅色的東西 還有一個男色的東西給我 要拿頭頭巾給我看看 好嗎 好 好 好的 現在開始囉 好